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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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近看了他的开示文 开示文很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 他有提到他烧父母火供 那么房财神下降 那么烧父母火供 红财神下降 烧父母火供 财宝天王下降 都有这些 下降的时候都有对话 我跟大家讲过在法会的时候讲 叫做交叉开示 他是属于交叉开示 交叉开示可以讲说 房财神讲了什么话 那么叉叉就引用他的话 再讲解一番 那红财神讲了什么话 这个叉叉又引用红财神解释了一番 财宝天王下降 财宝天王就跟叉叉互相讲了一些话 那么也流传 也就是他解释财宝天王的话 这样等于是 都是每一次附魔 都是他们下降来讲话 就等于是这样子 叫做交叉开示 交叉开示 我们上诗当中 有谁会交叉开示 上诗里面在说法当中 有谁用的交叉开示 黄财神跟我讲什么 所以我解释一下 有谁 那棘手一下吧 你们 这个 红财神下降 再比较好玩一点的 我想好玩一点的 就讲红财神好 红财神在叉叉的开示当中 他是这样子的 红财神喜欢唱歌 他喜欢唱歌 喜欢跳舞 喜欢跳舞 那么他经常在叉叉的耳边 唱歌给叉叉听 唱歌给叉叉听 然后又喜欢跳舞 就跳给叉叉看 特别跳给叉叉叉 而且红财神 对叉叉特别好 每一次都供养牛奶给他喝 供养牛奶给叉叉喝 说红财神 我们这里的红财神在那边 他没有给我喝过一口牛奶 要记住 还炫耀 和一 Dia 3 3